Hello 大家好 我是蘇雞 繼續是這個What If 講超聯 假如六位香港球員在J3爭聲班的一個歲月 時間就來到季中了 先講講季初的 那時候我就介紹了六位的香港球員 然後就踢了二身賽者開Lead 開Lead 踢三場的比賽成績都不錯的 來到季中了 跟大家看一看現在交代一下戰況到底是怎樣 季初其實超厲害的 開季基本上都是不失球 即是連勝的走勢是很強的 然後糟了 一去到五月份開始來了 即是出現了一個少少低潮 有成三場球贏不到球 接下來我們稍後就會看對長野園的拍賽羅體育會 這個算是現在聯賽裡面 剛剛緊隨我們跟我們同分的球會來的 他現在第三位 我們在排第二位 這樣就看季中對他一場 對完他之後我們就馬上把時間 然後就說到我們的球員 到底大家最關心的幾位香港球員的成績 數據又如何呢 就這樣這裡籠統的可以看到 最佳射手 有一個玉圖神 中村有人有四個入球 然後厲害了 歐聰 平均得分最高 助攻王 然後暫時最多MVP的數量 都是在歐聰身上 在這裡看 這裡看 中堅入了四球 這四球有怎樣來的呢 其實基本上我印象中 好像都是歐聰的助攻 然後就是 中村有人的四球 歐聰自己入了三球 七個助攻 Higer仔 幫忙好險 都有三球 然後就是 嚴天健 嚴天健就兩入球兩助攻 其實都OK的了 其實把這六個香港球員擺前場 都有不錯的收穫 那Sogo 趙聰也有兩球 陳祝一也有兩入球 四左攻 陳祝一也有兩個入球 是很厲害的世界球 我記得我自己看 都是軟射 左閘衝上的軟射 那也是不錯的表現 好啦 那我們就很快 馬上去看一下 對這個 泰塞羅 這個長野軟的球隊的表現是怎樣 OK 一切準備就緒了 那麼 再簡單看一次我們現在的陣容 那麼 基本上 日本球員的陣容就是防中 中堅 門章 和右閘都是日本球員的 其他呢 都是用回香港的球員 那麼 我暫時記得現在我們的防中 這個土管贏人算是後備的 那麼就用回柳熊泰 另外就 勾沖搭著趙沖 紅就是中場中 陳祝一隻左閘 炎天劍是前鋒的 靠左手邊的 Tiger仔薄謀 就是右手邊的前鋒 中間的就是中村友人 好 立刻去進入這場球 去到鬼中階段 就經過了一堆連勝之後 有三場不勝 其實就 很需要一場勝仗 是 振奮一下士氣 剛剛也看到一些球員 有點擔心 真的很多紅色 那唯有就鼓勵一下他們 藍色三就是我們的 橫斌 這邊也是國球開出來的 勾沖的國球 中堅進了幾多球 哇 這邊連中堅都出球 出給美柱的博物浩謙 中堅進這麼多球 原因真的是因為 那個 濟空力比較好些 中近衛和船橋 這條勇真那個濟空是很強的 尤其是 中近衛 都米八幾 然後我看到他的身體質素的數值是比較高些 OK 這邊再來 陳俊一入到禁區裡面 橫傳中間位置 嚴天健可惜門前不中龍 嚴天健會是被人評價比較高些的 在FM裡面 我看到他的潛在能力是挺高的 就是那個球探都認為他是 會有飛躍的進步 我記得那個報告是這麼說的 這邊後防等一下 但是我們還沒有開記錄的 開這段走勢基本上是很容易的入球 而且是不用失球 不知道為什麼之後就有些調整期 陳俊一 又是落底全中 這邊給了 船橋勇真是我們的中堅 這邊就是歐聰了 索國小聰5給了 艷天健 這個球很漂亮 但是是炸壺來的 沒錯 艷天健的位置是越位的 一入完球 我們現在很習慣去看看 那個龐正的旗號先 那個龐正沒有站定定 才是合法入球 否則都應該是炸壺來的 上半場都算是多少鏡頭 不過沒有入球是比較失望 還有好球出現 還有好球出現 但是還是不夠入球 喂 這樣插一下插一下 是不是這樣當完 好難交代 趙聰5 這邊歐聰繼續來 好嗎 歐聰很厲害 在遊戲裡面 陳俊一都不錯 哇 這裡又被對面救到嗎 應該是 應該是 中間是否 中尊的起腳 還是 吊聰5的起腳 Anyway 本場是0比0 都好不想見到的結果 再接再例 不要再鬧一鬧 鬧一鬧會好些 頂級聯賽 不用搞這些 嘩這裡被人打到 幸好 幸好這個門將 學到 有些危險 其實後防不算好穩 石井遼 這個門將 三番四次救一救命 有沒有快攻 這邊中村有人鬥跑 應該不是很夠人跑 應該 60分鐘都來 頭腦很小 老熊太郎 開這戰第一場入球的球員 這邊 搞定了吧 Tiger 不會詐糊了吧 又詐糊 又是兩個詐糊了 好離譜 我發覺有詐糊 今代的FM也是 嚴天健和博木浩謙 一人一個詐糊 好像彷彿要角球才不怕詐糊 繼續來 滿戰 嘩12碼 12碼 yes 中村有人射 OK好 搞這麼久 都要靠球12碼入球 真是有些丟架 勾衝 角球 滿戰 嘩 這個 應該不是什麼Bug來的 因為 對我所知 現在 角球 其實就沒有了那些Bug的戰術 但是 我想就是因為勾衝 在那裡的自由球能力比較好些 真是屈倒一下中堅的頭腿 而且我之前有說過 就是我不會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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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系列 是不會 save 每場 完場之後 我都會設定自動保存遊戲 現在看到了 所以 就 對了 成績好 成績差 都沒得遠 OK 2比0 OK 2比0 不錯 好 中村猶人 一躍成為這個 神射手 六個入球 勾衝繼續左攻 好了 我們看完貴宗的賽事之後 立刻 跳到貴尾了 不阻礙大家時間 立刻開股 到底 去到 貴尾的時候 有沒有機會勝辦呢 好 來到貴尾的時間 特地找到這場 就 開球之前 停一停低 跟大家介紹一下 超厲害 因為這場就是綁手大戰 我們現在的聯賽形勢 暫時就 被對手踢少一場 落後1分 如果這場球贏的話 那個升分形勢都算是挺不錯的 因為聯賽就踢28場 現在就基本上只剩幾場 如果這場綁手大戰贏的話 都應該穩定的 那個升班資格 那特地 選這場球來看完它 就是因為 首先是綁手大戰 二來 原來呢 這對球呢 就剛剛Google了一點點 原來就是叫做 鳥取飛翔 那原來是 什麼球隊來的呢 原來就是 他們的 球會的 總監 這個管理層呢 就是江野雅肯 江野雅肯呢 其實跟我們香港球圈呢 都很有關係的 因為原來 其實在2009年的時候呢 就 加盟過天蘇維飛馬 在香港踢過球的 之後就回到日本 現在就做這對球的管理層 所以 這場球呢 這對球呢 就真的跟我們 剛好 有很多千絲萬縷的關係 好啦 這場綁手大戰呢 就 看一下那個情況會是怎樣 其實呢 就 季中呢 就因為都有幾多球員 開始有不滿的情緒出現 因為 很明顯啦 因為我是 全季都是用 六個香港球員做正選 然後其他就 就是 隨便砌LEGO 砌到一個 對的陣就 下場了 那 整體的發揮和表現是 蠻好的 不過呢 就現在去到季中 大家看到了 很多不和 很多要求 很多轉會 那些呢 基本上是可以預期的了 我都預了會是這樣的了 但是不管了 我們爭取到星班才算 馬上踢這場球 那去回我們主場吧 我記得 守秦環對他們的時候是輸的 那就是 真的 都叫做 兩隊是實力挺接近的 那 我們幾位香港球員 其實去到 季中季尾的階段 是表現得好 嘩這隊一來就馬上塞了波 有沒有炸壺 沒有炸壺 糟糕了 一分多中就塞了波 先 魚鯉直哉 對面那個 好啦 我們穿藍衣 對面穿白衣 那真的要 喂 不輸 即是很緊要的 即是不要輸 然後就 不贏的話都和最好 都好的 這邊 嚴天堅肯定是越位的 一分都好的 其實一分都可以接受 因為我們踢小場 那 即是 如果大家 踢到同樣場次的話 其實 都 不難說可以領先回他的 因為其實升班的頭二名 所以 其實就算是第二也好 都可以升到班 純粹是想爭上聯賽冠軍 那 因為第三位的球會 距離我們都有差不多四分的差距 最少兩場球的距離 那 也不太擔心 這邊搞定 波姆奧謙 波姆奧謙去到季中的時候大爆發 那 有個別場次 都真的沒有志氣發 那 基本上現在 神射手的位置 即是球隊裡面 入球最多的就是 放森奧謙 中間 偶充 那 基本上其他位置沒有變 柳鴻太郎 我已經說過很多次了 真的沒有變過 這個防中都 照用的 這邊 中村有人差一點門前 對面 門章田敲見 後防 都是繼續 除了陳障一之外 其他都是日本球員 來的 這邊偶總截到一個快攻的機會 嘩 厲害 波姆奧謙 真的去到 下半季是很強的 但是 是不知為什麼的 突然爆出來的 因為 上半季明顯地很fit 是閻天見 那 中村有人都幾fit 上半季 但是去到下半季 就 這邊都ok 中村 又做一球 3比1 上半場 反級了 立即 聯賽榜 又反先 領先 2分 如果以這個比數 原場的話 如果贏這場就穩陣了 基本上就升了 因為剩下的比賽已經不多 踢28場 現在都踢到24 25場了 接近 但是上半場都真的有很多畫面 這邊傳中 嘩 敢等輸 又是他 魚鯉直哉 魚鯉薄冰的朋友 這個魚鯉直哉 是 沒開二度 嘩 逆位 是一隻雞 還是閘 不管了 3比2 這樣畫上半場就已經進了這麼多 神經病 不要弄到頭 幸運 還沒 嘩 嚇一嚇 以為穩陣 以為剛才反級3比1是穩陣 但是這裡真的要畫畫他們 不可以鬆懈 好 半場 基本上完這場 如果贏 或者形勢都明朗的話 就模擬了剩下的比賽 我基本上都可以叫道家 踢完他 即是給助教踢 然後就 嘩 你都勾衝一 給助教踢 應該去到季尾就可以正式宣布 希望 希望可以正式宣布 勝反成功 到時候就埋單計數 看看數據 哪個香港強遠更厲害 但是怎樣也好 這場我們先代了三分 如果這場又被人反擊 就很麻煩 既然這邊中近衛也有 今季第六個入球 中近衛 彈跳了13 1.82 所以真的頗好頂 即是他 如果大家 告訴我 其實中堅的頭鎚 其實頭鎚能力 只是 其中一個參考指標 但其實最重要的是 彈跳 以及 預判的能力 其實都很重要 因為 要走多個位 以及你要跳得夠高 才會 成功率高一點 頂球的時候 喂 這邊有12碼 哎呀 4比3 都是有點暗用 頂上他 對呀 歐聰會不會頂一球 這麼近 得掛 嘩這裡又中 我們也中一球 一人一球 應該是中柱 八十多分鐘 不要出座啊 大哥 神經病 幸好我越位 嘩頂 真是豆腐 後防都 嘩這邊 嘩對面這麼橙沒事 OK繼續 都亂龍 其實去到尾段 有少少大家 都真的大戰 都好亂一下 我們兩個中堅 最大問題是 有時候走的身後球 比較慢一點 很容易被人偷到彈刀 這個也是一個大問題 喂 這邊這樣又來12碼 大哥 陳俊一 兩王一紅 還要 這樣啊 那我拿走一個 進攻球員 嘩 這個和球 撲球行不行啊 撲不撲到啊 石井尿 不行 4比4 神經病 4比4 大家各取一分 好過沒有 OK的 不要輸了 嘩剛才說到 言之作作 說升關成功 現在馬上 嘩 二眼部 燈到啊 這一下 好 現在就是 53 52 我踢小場 好了 剩下幾場呢 我把他弄完 好快就會知道 到底最後 勝販成不成功 好 OK 我最期待的畫面出現了 大家看到嗎 YSCC奪得了 NN3的冠軍 核心 核心球員 歐陽 遙聰 厲害啊 那我在這裡 已經 成功封王 61分 拋離了 對手 雖然還沒踢完 但都不要緊了 即是宣布 拿了聯賽冠軍之餘 宣布 升了班 非常好 即是 已經是完成了我們 那時候 一開始 開Safe的時候 那個 遠景的 那你也達成了 這個董小的目標 那就可以看看 現在呢 雖然還差一場 但我們也算了 算了 算了 看看 現在我們隊裡的數據 哪個最厲害 先看 神社手 波莫浩謙 這個我猜不到 波莫浩謙 拿神社手 都真是 那項賽士 12個入球 聯賽 11個 那因為他也射門 都很高 還有 前鋒呢 那個 核心的數值是射門 還有盤球 那其實 鎮定都重要的 速度都重要的 但是這裡 就這樣看 都雙位數 其實就不算頑 所以 都 有根有據 但其實我跪前的時候 本身 或者是我跪中 都是想 我覺得本身應該是炎天健的 我猜 但是炎天健 去到下晚季就剩下了很多 之後數下去就 中村有人 趙聰悟都頗好表現的 八個入球 趙聰悟呢 就 明顯他比較大的優勢 他的速度 這些靈活這些都很有用 速度真的是 在遊戲裡面很屈肌 是一些永遠每個位置都好 最關鍵的都是速度 和爆發力 之後數下去就是 炎天健 七個入球 兩個中堅 各自有六個入球 某些場次就是 我想制空的優勢比較大 然後就可以整天兩球 一兩球 當然 助攻是誰 當然是勾充 勾充入球不算多 四個入球而已 十六個助攻 真是 手屈一指 可以說 因為我也記得 十六個助攻 是 聯賽助攻最多的球員 大家留意一下 J3聯賽助攻王 第二位是誰 大家認不認得這位人名 柏木洋界 柏木洋界 柏木洋界就是以前 普華洋傳的那個 拿瓦冠杯那個 大家應該記得了 普華洋傳的中場 柏木洋界 然後 然後 歐聰也是聯賽中 Key Pass 傳威協波最多的球員 161個 大幅拋離 第二位 嚴恥一鼠 大幅拋離 所以 真是厲害 不過 入球當然不夠人多 入球這些 前面是比較厲害的 鳥取那兩個 很明顯是比較厲害的 他有個巴西外援 這個 祖安達神 這個也是比較厲害的 但是不要緊 因為我們的團隊 都是足夠厲害的 所以 入球分部很平均 王中 澤偉 都可以入球 陳俊一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七個左攻 也是第二位 隊中的左攻王 所以 也是 不錯的 好了 這個 應該說 這段影片來到這裡 之後 其實我都會 想玩下去 我都想試一下 將對方 帶上J2的時候 又去到什麼階段 我都會想看一下 但是 可能我會 都會繼續做其他Walk If的系列 這個 可能我偶爾玩完一季的時候 我就用一集 跟大家交代一下 發生了什麼事 濃縮版 或者看一兩場球 就是這樣 好了 喜歡這個系列 或者 喜歡見到 香港球員 在這個save 裡面有好表現的朋友 可以 給我們一個like comment 給一下意見 share出去 最重要是subscribe這個channel 按一下 鈴鐺 我就十分高興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